您現在收看的是 產業先鋒隊 大家好我是宇凡隊長 歡迎收看我們的產業先鋒隊 今天是5月16號禮拜四 昨天美股大漲 當然我們也了解到所謂AI概念股 重新再來 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報告 所謂6月份的開始的重頭戲 當然就是我們去看AI 但是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台積電持續往上攻 然後我們看到大型全值股往上攻 過去的現象會是這樣 全值股往上攻 中小型股會休息 但是現在狀況還真不一樣 我們講台股的多頭 這個世紀非常的旺盛 而且MSCI在這個做的季度調整 也就是半年調整一次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這個小型指數 新增的成分股掃描了一趟一看 不得了 這裡面還有很多傳統產業股票在裡面 那也看到了在裡面股票 有些是你熟悉的 那我們過去也曾經講過的 他居然入列了 那入列前面有大漲過 那麼經過了休息整理之後 現在他又被新加入了 新增在小型指數的成分股裡面 有沒有這個機會 機會很大 因為大家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買股票了 我說真的 你高了你又怕 之前大家說這個指數 看起來有點擔心 好第一指數在高檔 無庸置疑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指數 不斷的在創高 那問一下 那我們不斷的在創高 難道就是走這個行情 所謂的520行情走走走 走沒有完 那520完了以後怎麼辦呢 難道就完了嗎 那我們得來看一看 我們的成交量不斷的冒上來 他還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剛才有講過了 全值股大漲帶動指數 但是這邊一定有獲利調節賣壓 所以呢 今天曾經一度大漲了368點 到現在目前大約上漲了200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哇哦台積電 各位那個台積電今天來到856 來856好那再創高 856但為何到856之後 沒有持續的一直挺進 反而有一些賣壓存在 現在目前在844塊左右 那我們的指數呢 也開始做一個拉回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 哇哦鴻海今天179 難道就要朝著200賣進嗎 但是現在怎麼又剩下174 那還是有賣壓 怎麼不會有賣壓 我問問大家一下 你覺得 你覺得可能說我們的股票一直往上漲 都沒有人要獲利調節嗎 有耶 那我問一下 那獲利調節那還是有人買 當然有啊 有人賣 有人買有人賣有人賣 那會震盪啊 對啊那你看看過去的震盪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過去的震盪就是震盪完畢之後再走高 再來震盪 震盪完畢再走高 欸那每一次創高的過程裡面 他都有可能會碰到震盪 除非你的股本比較小 那麼我們很快經過震盪之後 我們就開始咚就上去了 就公亮燈 對反而中小型股呢 看起來目前的機會是蠻大的齁 所以呢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看看過去曾經休息過的股票 今天重新再來 那麼首先先來看 MSCI裡面有好多股票 我們先來檢視一下好不好 先找一下檔案給大家看一下 MSCI裡面有哪一些股票 有沒有你熟的股票 好應該有啦 來 半年度的調整 就是季度調整的 新增小型指數成分股 有28檔是新增的 在我們的5月31號的收盤開始生效 但是呢這個 這是送分題嗎 看起來好像送分題 要請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們講了 新增小型指數成分股 總共有28檔 請大家留意留意啊 好那大家就開始留意 找看有沒有自己熟悉的股票 哎呦 永信建設不是之前嗎 建設 這個營建股相當的夯啊 海月 成績不錯 好了來看一下 耀華 耀華 注意股了你還在漲嗎 華融會的銅 第一銅 這跟銅相關的 智勝 設備股的智勝 好多大家都很熟悉的 來來來 那我們就隨便抓一檔 來智勝跟耀華我們來看一下就好了 來 先看 首先先來看智勝好了 各位為什麼要這樣子來看 我講的就是說 有時候大家會看說 這個成分股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會不會現在就有人在買 來 智勝昨天就漲停了耶 對吧 昨天就漲停了 今天開盤開平盤 然後還灌下來 然後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昨天的量是五千多張 今天量到我目前錄影的時候是兩萬張 兩萬張 兩萬張的量 今天大盤是五千億以上的成交量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它已經鎖漲停了 但是呢 這邊碰到漲停是有打開的 碰到漲停有打開 好那就代表 昨天有買的人今天一定獲利 對吧 所以他就把它賣掉 有可能啊有可能 問一下 那為什麼他又漲停了 那就已經有人去買漲停板 他才會又漲停 那為什麼不昨天買 對啊 你講的真好啊 那不管啊 每天都有人買股票啊 所以呢股票變成這樣 你賣掉了他去買 就變成大家換手 好不好 所以我去買漲停 我一定期待他有可能 突破前高 一定這麼想 不然你去買漲停要幹嘛 對吧 對齁 突破前高來看一下前高 這裡 前高在哪 149 將近150 從那個時候開始打下來 有沒有 開始反彈都沒有上去有沒有 近期 昨天攻上漲停 簡直要是要挑戰 那邊反壓在這邊 來各位請看喔 不到149這邊有反壓 所以過來這邊的話 今天攻到漲停 難怪這邊有壓力 這邊有套牢的人 在這邊都解套了 換手了 換完了 報告完畢 所以至聖呢 有沒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有啊 真的有機會 為什麼 那我們先問為什麼 因為他是台積電的好夥伴啊 他是台積電 他打入台積電 COAS的供應鏈啊 對啊 就這樣子嗎 不是啊 他第一季丟出來的成績單也不錯啊 再來我們看到毛利率也是拉升啊 那毛利率拉升 今年看起來整個很樂觀 對他自己都講很樂觀 所以今年看起來 毛利跟獲利都有辦法提升 喔 所以難怪 那既然又是變成了新增的小型指數成分股 那擁有至聖該有多好 對 你說的好啊 所以有至聖該有多好 沒錯 有至聖的話 那基本就賺錢了 對吧 來 那我們就 那真的有至聖啊 是啊 真的喔 5月16號9點51分 賀至聖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這是5月16號今天 好不好 今天說實在還可以買 對吧 對吧 我們剛剛看那個 欸對阿 平盤嚇都還出現了 所以他還灌下去一下 還會拉回一下 來跳過來 這跳太快 重新再來一次喔 5月16號 跳過來 5月15號9點59分 賀至聖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所以這是5月15號 這是5月16號 一樣的股票對吧 對嘛 所以各位 有他該有多好 不是嗎 如果我們今天在那邊跟你說 喔至聖怎麼樣 如果我第一天講 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至聖不了解啦 所以你講我們無感 但是我們不是第一天講 從過去就在比較 所謂的設備股落後的 所以他曾經大漲過 那麼曾經大漲過呢 但今天呢 看起來呢 他要開始要挑戰前高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台灣股市喔 現在目前面臨一個最大的狀況是 大家不知道從哪下手 漲得高的漲得多的不敢動 那麼好的 那你說還沒漲的 你到底動了 他會不會漲也不知道 所以呢 旋股有一個困難 有一種障礙會存在著 既然障礙存在著呢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了 我在那邊看了半天 那到底什麼 什麼是可以買的 那漲停的 你說兩根漲停的 對漲停的 那這樣還有需要買嗎 說的也是喔 所以 找沒漲的好吧 那找那個 找沒漲的啦 你說那那個問一下 那問一下隊長 那那個你看 哪有這樣子的 那震盪這麼大 對啊 你都想看看 今天禮拜四不是嗎 他前面三天都在漲停喔 是喔 對耶 有他該有多好 說的也是喔 那有他如果今天隨便賣 都很開心吧 對吧 那至少也有個二十幾% 三十% 對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再看好了 所以我們再跳回去看 所以我們剛剛看完智盛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藍天 五月十五號 不是昨天 五月十五號 賀藍天又再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五月十四號 賀藍天再度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五月十三號 賀藍天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跳回來 再度亮燈漲停 跳過來又再亮燈漲停 好那三根漲停 那所以到今天 你看到的藍天它的震盪 有沒有關聯性 沒有關聯性 那你前面已經有三根漲停了 所以你可以決定 我在這裡賣 我在這裡賣 我在這裡賣也可以 我在這裡賣 或我在這賣 或我在這賣 隨便你賣好不好 海或天空 因為你有三根漲停 什麼叫優勢 拉開距離就是優勢 一旦拉開了你就在那邊等 我想先出個一張 出 又有亮 一張不見了 等一下再出個一張 我再出兩張 好 再上來我再出一張 你知道那個叫做 就很開心的在出 你不管怎麼出 反正你手上有幾張 你可以慢慢出 也可以一次出 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海南股市 如果你真的選對股票 所以它一旦拉開距離 就是你開開心心的出 為什麼 短線上它的量能增加 是很可怕 再講一次 你看看K線 請大家注意 這1 2 3 4 這禮拜一 禮拜一來 砰 這邊是外資買的 對吧 各位第一根來了 請看成交量 禮拜一成交量 兩萬七千多張 但是第二天量縮漲 漲停跳上去了 對吧 一萬多張 來昨天一萬九千五 昨天是震盪一下 再去工漲停 所以量都沒有放出來 但是今天 very奇怪的就是 量怎麼這麼大 七萬多張 代表什麼呢 有人在這邊調節 代表有人在這邊調節 一定有人在這邊調節 但是大家會認為這股票很強 所以我現在去追上去 所以我問一下 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如果回來看Call訊 你有沒有發現 到底誰有優勢啊 5月13號是禮拜一耶 我先講的是 如果你今天才參與藍天的話 你先去看一看 5月13號禮拜一 我在喝漲停耶 然後呢 5月14號禮拜二 我又再度漲停 所以到了昨天5月15號 禮拜三我又再量登漲停 好那你看看誰有優勢 所以當震盪的時候 是一點都不擔心 只是決定怎麼賣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參與的話 問 我問一件事情 問你是買在開盤以後的 這個高點還是買在這個點 還是買在這個點 還是買在這個點 好 如果你買在今天的高點 叫63塊 我問一下現在是61塊3 好 前方我們有三個漲停 我為什麼拿藍天來比較 因為藍天超熱門的 那在這個熱門的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都會說 這股票會持續往上走 或怎麼樣 但不重要 但是因為已經落後了 你的時間點是落後的 你進場的時間點是落後的 所以別人在享受 三根漲停板的漲幅的時候 你要去擔比較高的風險了 股票市場沒有風險 怎麼可能 你這樣告訴我什麼 進來股市就要先有一個提認 就是我進來股市必然有風險 可是當我要去降低風險的時候 我就不能跟在很後面 我真的不能是這麼落後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切得比較早 切得比較早的話 先知先覺切進去 然後呢 這樣我勝算才大 好吧 好了那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我這樣跟大家講 我說其實今天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股票 它其實是我們過去很熟悉的股票 就我講了包括像細格 你看喔 細格的今天的量能 有沒有放出來 有放出來 來大家來看一下 細格今天早上開盤開出來是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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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最高84塊 84塊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給大家看K線 各位請看 原来戏格今天直接创高 带量创高 前方的反压被他突破了 我来跟大家讲 这是79块半 大家都以为戏格来到这就没了 为什么 不上就是不上 谈一下就是碰不到 再拉回再往上谈 还是碰不到 就干脆就整理量说了 然后不管了整理量说 也强势整理 沿着五日均线的短期均线 这边在这边整理整理整理 没有放量没有放量 放量好来 放量怎么样突破 那问为何会这样 那我先问 如果有戏格是不是来到这个地方 在成本的附近 只要有谈就想卖 因为他不动嘛 不动我就想卖 不动干脆算算算算 那边有强势股来追好了 你看整理整理整理 上来了 来本来可以赚钱的 没赚到钱先撤了 然后去买别的股票 也不一定赚得到钱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 你看哦 本来投信埋伏好的筹码在这边 之前的是外资一直在卖 一直在卖 所以前一段时间是这样 但投信筹码很稳定啊 算是很稳定啊 算是很稳定 所以他算不算任养股其中之一 算 所以呢当今天放量上工的时候 当然有人会采取获利调节 有没有 好过来了 怎么可能 你今天来到这高点 所有在前方买系格的人 全部在赚钱啊 对吧 那只是系格 还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有吗 为什么没有 你现在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 他本义比才是 差不多16倍 对 本义比还很低 他有赚钱的吧 他是什么 我们再重新来温习一下 为什么要温习 有时候 你看到那些熟悉股票 你都忘了 忘了 为什么忘了 都忘了 他到底做什么的 你知道 真的忘了 为什么忘了 等一下我们再给他 那蓝天你怎么还记得吗 非常记得 为什么 这礼拜每天都在讲蓝天 是不是 笔电出货的什么 这第一季年增什么 三倍 那1.42 他的 他的每股净值73块 大家都还记得 年增多少 AIPC需求 blablabla 好讲完了 因为你熟悉是比较近 比较不熟悉 他有点忘了 系格来温习一下 系格 去年3块8 没错 配2.68 然后呢 今年第一季1.62 今年第一季1.62 去年全年3块8 然后呢 系格还带着谁呢 台新科 带着台新科进入CPO领域 有没有 系格本身就是AI HPC车店之外 他已经进入了CPO的领域了 所以这样 所以呢 开始会逐步扩大 我们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第一季 去年 系格第一季0.49元 每股盈余 EPS 今年第一季1.62 哦 难怪 难怪 不用难怪 这个之前就跟你讲了 第一季三绿三升 毛利率 看一下 好 同期 去年同期20.3元的毛利率 今年第一季23.8元 营业利益率14.19元 去年同期10.98元 税后存益率20.76元 去年同期8.52元 难怪 难怪对吧 比较就是成绩单一比较 不比就算了 一比就 这第一季怎么这么好 但不涨对吧 投信持股 你来看看我们当时记录的是 4月30号为止是9.93% 好 这种股票 真的是基优稳健型 过去的5年的配息稳定 填息也非常稳定 所以它非常的稳健 但是它一旦去进入了什么领域呢 进入了细光子相关的 我们刚刚讲的CPU的封装 这里面有超多东西的 今天讲不完吧 已经讲过了 那好 那我们今天不要讲 那等一下 那就会变成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看到 今天它的表现就来了 直接放量就做突破 好吧 有没有人在采取获利方 一定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一定有 好不好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再讲 所以股价呢 如果用长期趋势来看的话 根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了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当然呢 我们今天看到盘面上这么多 到底要不要在今天去买 去凑热闹 对不起啊 你如果不买还是有人买 我刚刚看到台新科 台新科也给大家观察一下 台新科 系格 台新科 有没有机会呢 有机会 系格创高了 台新科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真有机会 台新科的股本本本来比较小 所以有台新科 我觉得可以续报 我觉得可以续报 那好 那今天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事情是这样子 刚才讲的 刚才去看的那个 那一张 我重新再给大家看一次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不是在那个爆牌 或者是送分 送分题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 你看的会比较明显说 今天到底谁在涨 我麻烦各位再看一下这一张 到底今天有谁在涨 你刚好看到什么海月 什么建设股票 连利器店都在动 你看这一张 你看完以后 等一下你再去对应一下 再去看盘式 他们今天到底什么表现 好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新增小型指数 成分股里面 来挑标的 该涨停的也涨停了 开始往上涨的 那甚至有些在震荡的都没关系 但重点是离生肖日 这是5月31号收盘生肖 对吧 今天几号 5月16号 不知道还半个月 对大家都已经在开始找名单那边 不知道要买什么了 不知道啊 为什么 指数越走越高 股价创高的创高 哪敢再下去买 所以再挑一下 这个好像比较稳 这个好像比较稳 你说的也没有错啊 好像有比较稳 对了 好像了 但是呢 重点是 好吧 每一档好的股票呢 都要面临所谓的震荡效应 所以基本上 我会是跟大家讲说 像那个今天 我先看一下 万海 被抓进去关了 因为太会涨了 但抓进去关 表现还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阳明 起风了 风过来了 那我们最近看到法人有在买 不管投信外资 有在买航运股 那真的是山海奇观啊 山 有神山 台积电 海 有航海王 那来看一下长荣 昨天被外资K下去 长荣今天有没有再浮起来 有耶 今天有再浮起来 还好他有浮起来 不然大家会吓死 为什么 这边插了一根壁雷针在这边 大家看一下 长荣插了一根壁雷针在这边 上档在这边碰到压力 225块碰到压力 因为外资法人说 他有240的实力 对吧 结果呢 讲完以后 拉回 拉回外资 大概小卖了9000多张吧 我们再看一看 大概9000多张 卖了一下 然后呢 今天碰又浮起来了 奇怪 我近期我在看 有一只航海王呢 他的融资呢 反而在大卖 这有赚钱的融资 这是有赚钱融资 有在出 所以呢 原则上呢 是这样 今天台湾股市的传产也很棒 电子也很棒 我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 不要偏一边 过去的航海王墙大家都休息 全部都往航海王走 那现在过去的AI墙 大家也休息 全部跑到AI去 所以现在不一样 资金薄薄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资金做分配 你营建股 你航海王 你去海上 你去电子AI去埋伏 你 这个资金呢 5000亿呢 他就可以把照顾到 这些所谓的概念族群 小的股票也会涨 我跟大家讲 小的股票也会涨 所以当今天呢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股票 在今天盘中的表现 有些震荡 在那边震震震震震震 昨天外资有买的股票 我先看一下 金居 那不就跟那个同概念有关吗 金居 我先看一下外资怎么买的 昨天的外资 砰一口气 砰三千多张 将近四千张 买下去 今天砰创高 有没有 创高 带着亮人创高 这一定有短线 这跳空上来了 金居的后市好不好 我觉得相当不错 我们来看一张图表 这是早上 我们在股动前朝 有跟大家报告的一张字卡 为什么要这样讲 怎么样可以做多吗 是可以做多吗 条件 什么是条件 好来请看 2024年 今年要优于2023年的 做多题材股 那我们好 要先把题材抓出来 再来看获利 对吧 先讲题材 题材概念是动能 股价上涨的动能 它有题材 它才会动 好不好 好了 不是 制胜已经涨停了 那好 那制胜我们刚刚讲过了 台积电 COVAX的供应链 这张字卡呢 是我们今天 把它放在东升股动前朝的 那好 续软不就是 巨翔的子公司吗 巨翔大股东 好 金居嘛 铜箔基板的上游 铜箔 好 我先讲金居 它的今年会比去年好 这三张股票都一样 来 AI 不用讲了 它会连接到谁 挥达 挥达的供应商 AI 好吧 直接连挥达 挥达 这边呢 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 特殊铜箔 那这两件事 都要用到特殊铜箔 还有包含的车用 所以特殊铜箔 对现在目前 做特殊铜箔的经居 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它看好今年的成长 所以应该是逐迹的在成长 所以股价创高以后 可能会有些震荡 但是后续的表现会不错 再来看一看 股价比较便宜的续软 为什么会谈续软 它迁入的是AIPC 哦 AIPC是吗 那么我们要迎接6月 不就是AIPC 但是呢 我们先讲啊 因为它跟巨翔在合作 那么巨翔呢 大家都知道 它跨入了车用领域 而且最近切 医疗 医疗的毛利比较高了 医疗大概已经占了三成了 有一个很有名的 今年2月的时候 大家在问 反而在问巨翔说 你那个瘦瘦针 什么是瘦瘦针 瘦瘦针 你不知道吗 所以你应该是瘦瘦的 所以你没有要减肥 所以你对这方面的讯息都不是很了解 瘦瘦针就是减肥针 好不好 减肥针 它有接到那个减肥针的订单 国外的大厂 因为在弄那个瘦瘦针 为什么弄瘦瘦针 因为超夯的 都是减肥用的啦 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报告 好了那是巨翔在做 巨翔股价大涨 从那个时候开始涨 好吧 等一下 那续软跟它有什么关联性吗 来注意看 续软不是做软板吗 原本是做软板 但是呢 简单来讲 它是来硬的 什么意思呢 它是HDI HDI 你会想到谁 要滑 滑通 对吧 HDI 你讲的HDI版 好了 切入AIPC 切什么呢 HDI多层超薄镜头 超薄镜头的模组 这用在哪儿呢 我跟你讲 现在的NB Notebook 都是窄边框设计 窄边框设计 那既然是讲到镜头 我可能没时间讲完 没时间讲完 来录一集专辑给大家看 股本很小 6.86亿 毛利率15.33% 今年第一季EPS是0.53 0.53是吧 去年第四季还在赔 负0.24 你跟这个要滑有点像 好 巨翔是最大股东 持股 14.45% 将近15% 巨翔第一季EPS 1.14 为什么谈到巨翔 大家就来看一下 你看巨翔的股价 好 没什么好看的啊 90块啊 今天最高92块8 昨天93块半 我的妈呀 那不就是昨天是 这短线是最高的了 对 20.5亿的巨翔 你说他第一季EPS 一块多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说 那个瘦瘦身出来以后 他切医疗他切的蛮成功的 然后要切车用 他带着什么 现在就是续软 你可能要跟他同时来并进 那你来看续软 创高没 还没创高 各位请看 你看K线 有没有 高点在这 好 那你看耀华 哇我的妈呀 来 有没有 耀华创高 耀华第一季赚0.41 那 对啊 那续软呢 0.53 对吧 看到了 我这样跳过来给大家看 好吧 那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机会来做个比较 因为耀华股价上去了 同样也切入硬板的续软 股本比较小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 那将来有机会再录一集专辑给大家看 好 那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在做比较的效应 如果今天这个大盘 就这样子 上去了300多点 几乎要往400点靠的钱 但是呢 有一些获利回土卖压出来了 全职股有在回了 好 那这些中小型股 有没有机会再出头 有 买什么 对就买什么了 现在就剩下买什么了 对吧 涨停满的不敢买 对不对 股价最近涨多的不敢买 那么到底要买什么呢 接着就要去看 那筹码要稳定 第一个再讲题材概念要对 那好 那这样方向要对了以后 总是要抓一档股票出来买 是吧 强势股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再重新温习一下 如果你买的股票可以这样 那该有多好 至盛今天5月16号亮灯涨停 昨天亮灯涨停 蓝天礼拜三亮灯涨停 礼拜二亮灯涨停 礼拜一亮灯涨停 要像这种强势 对吧 这就不错了 好了 有没有 有 那怎么办 怎么接 好 来 请看这 请大家 如果你想跟着队长来操作 想要操作强势股 队长带你做 好 那你等一下 麻烦在line里面留 涨 不是队长的涨 是涨不停 这个涨停板的涨 涨 加上联络电话 好不好 免礼拜五 大盘今天攻高以后 很多小型股 我看已经冒出头了 震荡完可能有机会要突破了 如果大型股修行 你说指数开有点涨不动 不要担心 小型 中小型会接棒 接棒 再讲一次 接棒 接棒以后呢 由他们来表演 所以要操作强势股的朋友 欢迎大家 在line里面留下 涨停板的涨 涨不停的涨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明天队长带你操作强势标股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